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崔友们大家好 这是5月22号郭文贵的报平安的直播视频 本来说这两天是不这个有直播视频的 只是简单的报平安而已 但是呢由于这个昨天到现在呢 特别特别多的崔友们给我发来了 担心和关心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 我真的是没办法看完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是这个看完和回复 这个往后拉一拉的全部是不对的 这还帮他来 而且呢关心和担心的视频当中呢 最多关注的是这两天潘石屹先生 特别是昨天晚上听说潘石屹先生给了回复 这个回复呢很多推友希望我能尽快的就这个 潘石屹先生的回复呢我能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因为今天早上我还有其他的视频会电话会 还有呢这个我还运动健身 所以说呢把我忙的简直是屁门尿流 刚刚的这个聪安娘赶快坐在这儿 所以我简单看了一下的这个潘石屹先生的 在这个他的一些回复吧 非常有意思 我第一次看到潘石屹先生啊 这个出手让我兴奋顾及 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的律师团队呢 给我开会当中和政府的开会当中呢 大家都在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说觉得 人和事呢都没有回应 这个没有回应对我非常不好的 因为没有回应就没有任何人在印证我说的事情是真是假 而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一个也没有的话就趁我一个人说了 久而久之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就没啥意义了 这个头两天大家知道这个海航控制的福布斯杂志 然后呢这个海航被够控制的这个合伙人PA 在美国起诉了我 这个但是那个形式啥意义没有 我只是个担保我也没有说他这个PA什么事情 他牵扯不到其他的丑闻 只能把海航和他操作他的事情说出来没啥意义 我最需要的事情像潘石屹先生这样的人和事儿 通过我们能能通过打官司 这个通过特别在美国打官司 在不被操作的情况下打官司 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潘石屹先生的资金啊 项目啊一些信息啊 这个都能说出来 而且在美国的法院他操作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说我希望有N个人在美国起诉我 通过美国这种公正的法院能审判出来 这个我说的事儿是真是假背后的真相 这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潘石屹先生给了我这个机会 今天最后说他要告我 潘石屹先生如果你是个男人 如果你真的是冤枉了 我求求你千万要告文贵 特别在美国告文贵 您要不告 你昨天发的所有的这些推文和微博 那潘石屹先生你可就丢大人了 这是一 另外一个潘石屹先生当中讲述曾经和我认识 还去过我们公司 潘石屹先生 你撒谎和别人给你编的剧本里都完全没认真的审核 看来你很忙 我从来和你没见过面 你搞错了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什么政权项目 你完全搞错了 而且你根本就颠倒了黑白 什么给你一大堆文件 当时盘古大官被刘志华先生收回的时候 你去要买这个摩根中心 就今天盘古项目的时候 政权项目还没有开始呢 你在那边瞪着眼说瞎话 还瞪着眼说去过我们公司 一楼没有员工只有大厨房 没员工都能看到了厨房 你去我们厨房干嘛去啊 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潘石屹先生 你说我真的差点吐出来 我运动的时候我看了信息 我差点从这个浮连器来掉下来 黄燕女士咋就成了小姑娘了呢 我要没猜错的话 黄燕女士比你还大呢嘛 这给你写的剧本 黄燕女士审核完以后 你也不审一审 从下面站起来举手 要发言 然后她小姑娘 黄花姑娘 你验身了 你去验身了 你咋就知道人家就一举手 就纯洁呢 我看你太搞笑了吧 演电影没演明白 在生活中想当了个好演员 这编剧本编的也太差了吧 还什么 这个在餐桌上 这些人怎么说 告不告 回应不回应 回去以后再发信息 看看你过去十几年的微博 永远是这剧本 在餐桌上说的 后来你就咋说的 你能不能改一改剧本啊 这明显的看得出来吗 是不是你跟黄燕女士勾兑过 黄燕女士作为北京规划局的局长 规划委主任 是一个天真的姑娘 永离说不 到着请地产商吃饭 还就炒了一个肉菜 然后你容积率就变成五了 然后你还特别伟大 然后呢 再不是说出来了 马剑副部长跟郭文贵说白战 马剑副部长监听你了 他监听你他是合法的 你咋不告马剑副部长啊 你有什么证明 证明马剑副部长监听你了 你有什么证明郭文贵监听你了 黄燕是黄花姑娘 纯洁的姑娘 你是纯洁的地产商 你的这个地产商 你的DP5从来没什么问题 然后马剑副部长就开始监听你了 监听你 把你监听的容积率监听高了 黄燕的怀孕的小手 成纯洁的小手了 然后郭文贵也跟他马剑剪定你了 你也觉得这逻辑太乱了呀 你说给全世界听 就你这号地产商的干净 你的容积率达到了5 就啥事没有 黄燕就跟你吃了一块肉 你把中国老百姓当傻子了吧 你跟中国的官员有一套 一整套的就是瞎话 骗子 把别人当傻子 你有异曲通工之妙 更可怕的事情 哎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 这个 还什么告我 让我们晒晒自己的项目 这个文件 潘石屹先生 你在微博上千万别删 千万不认 如果你 不敢把你的项目百分之百 批的过程拿出来 郭文贵要不拿出来 咱们两个都是 谁不拿谁是骗子 谁不拿谁是腐败分子 你敢不敢 你可说了啊 在美国法院 我会把你这个事情做为证据 你说的 你在微博承诺的 你愿意 把你的文件全拿出来 我把我的文件拿出来 我告诉你 唯一我见过你一次 你忘了 是你见我 当时你约了 当北京市的一个前领导 现在是中纪委的高官 当时你叫洪石 你拉我投资 你忘了吧你 瞪眼说瞎话 我在北京 我聘请老总的时候 是这位领导 推荐你来当我们老总 我一看你的长相 在洪石那个 在傅什么华 那个楼里面 做了模型 我一看你的长相 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人 所以说我起来又走了 然后是你最好的朋友 到了我们盘谷当了总裁 这点瞎话能说得了吗 你那个地怎么来的 是咱们共同朋友给你的 这位朋友 或者当市领导 或者当中纪委的领导 你瞪那眼说瞎话 太好了 潘石一先生 你既然已经 写了推 发了推文 在美国起诉我 你不起诉潘石一先生 你就是天下最大的骗子 我今天是第一 第二个你证明不了黄燕女士 和她是如何的存洁 你也是骗子 你不这个在美国出示 郭文贵和马建 这个监听你的录音和证据 你也是骗子 还有潘石一先生 如果你不去说清楚 想明白 我们俩是见没见的面 和谁见的面 那我可不要说了 你回去给你这个中纪委的朋友 还有咱们共同的几个朋友 可说明白 不是郭文贵要说的啊 不是我要说的 是你逼出来的 在沃海教授 我给你时间 我向退友保证 如果潘石一先生不张嘴说实了 我一定告诉你们 是谁当年介绍 让潘石一到我们的公司去当老总 怎么这个 潘石一这块地 曾经给我们介绍过 潘石一先生和黄燕女士的事情 是这位单位告诉我的 而且我也会告诉退友们 是哪位现任最有权力的官员 帮你成就了你的现代SOHO 而且潘石一先生 我希望你对线诺言 把所有的SOHO的上市公司 上市前上市后 还有你在海外的资金 所有的股份 全部公开 纽约的某个报纸 正在调查当中 这个你不要有侥幸心理 我一定要在你公布之后 把我的也都公布 同时我也会出示 潘石一先生 你的公司我掌握的信息 看咱能不能跟你对着 我们在法院回亮出来 我也会在媒体上回亮出来 这是今天我对潘石一先生的回复 那么你在这个推特上 让我特别的兴奋 非常兴奋 为什么 推友们好好想想 两天前 一位老领导跟我说 郭文贵 你得罪了所有的北京地产商 你一旦回到北京 甭说你到四环 你到三环 把他板子把你扎死 大家想想那句话什么意思了吗 这句话 就已经到国贼们 已经计划好了 让潘石一先生作为代表 来面对公布贵 在美国找麻烦 大家再看看两天前 我另外的推文 这个另外的视频道中我说了 他们的几招 在美国多个地方起诉我 多个地方起诉我 给我制造法律麻烦 通过第三国的利益关系和护照关系 用国家交易 并拿我的资产做许诺给他们 然后作为把我遣返到第三国 其中就是马来西亚的刘罗佐 刘龙佐 这个已经是大家已经看到了 他欠了一废物债 他想办法找通通国家说 他也欠了你的钱 然后就说 你只要是把郭文贵弄到你国家 盘古搭光了一千多亿 就给你了 也还了我的钱 我也给你郭文贵钱给你了 然后呢 还找了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人家晚言协计 另外一个国家人家是脑袖承诺 说你们拿这种流氓手段 你们是哪些国家呀 这是第二招 第三招在美国通过游说公关公司 栽账陷害 栽账陷害 比如说头两天 就是找所谓的中兴被罚 中兴被罚事件 有人说 这个有人这个 跟美国政府官员讲 政府官员有问我了 他们觉得大笑 他说他们太小看美国政府了 说中兴事件 我是游说者 给伊朗 哎呦 这黄也杀得出来 包括当年制造所有 要杀日本人的事件 就他们要制造一个一个的 这勾陷的事件陷害我 现在看来潘石屹先生是代表北京地产商 受盗国贼们的这个 个人集体委托出面 来了 到美国出手了 非常感谢 你不出手 太没意思了 我从小时候打架 这个我就爱一个人打多个人 我最讨厌一个对一个打 没意思 我喜欢一个人的多个打 而且本人从来没打输过 虽然多次被砍得头破血流 咳不砍坏手 直到砍转 小的时候 但没输过 为什么 郭文贵喜欢打群架 所以这次我最近啊 真有点 独孤求外院孤独 光我一个人说 没有对手 也没有人来验证我说的真和假 多没意思 这些人都躲在长安街上 躲在北京 躲在香港 多没意思 现在终于出手了 第三国出手了 潘石屹先生出手了 盗国贼们 你们在美国试了三年 各种招 没零 现在第三国招出来了 又把你们的利益团体弄出来了 把黄二女士弄成了 纯洁的姑娘了 潘石屹先生我看见 崔本人一说 你简直纯洁的不行了 潘石屹先生是伟大的 是金钱如粪土 然后最纯洁的地产商 所有只要你碰的姑娘 都是纯洁的姑娘和黄花姑娘 真了不起 太好了 你不出手 你不说话 我没机会 现在有机会了 我等着你 潘石屹先生 如果过几天你不出手 对不起了 我可就开始了 咱俩立得很近 隔壁就是你的楼 隔壁就是你的楼 你也跑不了 你在美国说的话 要兑现责任 兑现你的诺言 因为咱现在都在美国说的话 按照美国的法律 你在美国发的推 我在美国的回应 就归美国管辖 我最可怕的是你们告我 美国法院说 管辖全部在这儿 完了 像我告UBS去年 花了千万美元 这回是美国法官说 UBS给你的事情 是在香港 不能在这儿告 哎呀 整得我很惨 现在没办法到香港去告他 所以说 我希望你们告我呢 我就没办法 这回你是在 你美国发的推特 我在美国给你的回应 咱俩发生的事情 全在美国 所以说 应兴受美国法律的管辖 太好了 谢谢 潘士忆先生 等着你 最后我想说的是 昨天 香港立法会 投票 是否就 郭文贵揭发了 香港是否存在 执法黑屋的事情 进行投票 是否质询 是否质询 香港的 这个 这个 警察机关 有这个事儿 结果以26票 对29票 临时给扫绝了 这在香港历史上 立法会也是很少的 就是说 有人说这事儿 一般的提议案 一定会被通过的 结果没被通过 建制派怕什么呢 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呢 你觉得你 你阻止了立法会的这次表决 就能掩开了事实吗 稍后我会在推特上公布 五百万港币 这个买建制派立法会委员 警察政府官员 在东莞嫖妓妓妓女 和这个处女 小姐妓女的事情 还有书买银行账号受贿 在海内外的事情 和国内官商勾结腐败 在帮助洗钱和送房子的资料 我会公布 而且我手里边 我再次庄严愿承受法律责任的承诺 我手里有资料 不到时候 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你们尽情的表演 把谎话都说完了 都有录像 有文字 做证的时候 像博训的韦诗一样 我从没收过钱 从没删过铁 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拿欧洲美国的时候 我们这样民主基金的钱 结果是装神弄鬼 一堆骗子 全家全公司都收钱 拿到证据了还在那边变 但是你能变得了吗 任何国家都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圣 你们这些人在对 把七百万香港人民 当成傻子 和潘石屹先生一样 和皇上先生一样 让老百姓相信你们都是皇上八姑娘 商人都如此的存疊 立法会委员从不到东莞去嫖鸡 你们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 穿着铁户穿睡觉 是女人如妖魔 你们的孩子从来都不是通过生殖器生的 都是卵生的 是吧 多存洁啊 你挡住 挡住的 这个第一次能挡住第二次吗 香港的所有的 有正义感的香港的同胞们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让所有的这些妖魔鬼怪在香港岛消失 不能让他们欺骗七百万港人 不能拿到七百万港人的命运 成为他们嫖妓女嫖妑女的工具和本钱 不能让他们吃了大陆吃香港 吃了大陆香港再吃香港的后代 绝不能允许 文贵一定会跟你们站在一起 我现在已经是全面开战 我对付的是 这些和中国盗国贼的一起的 其他国家的盗国贼 还有这些坏良心的地产商 把我们的祖宗后代 未来三代人的钱和命运都买断了的 这些无良地产商像潘石屹先生 等查完的时候 所有买房子的人应该向政府讨个说法 为什么潘石屹先生他的房产能这样赚钱 谁给他批的地 这么多项目 长城脚下的地是怎么批的 那个容积率是怎么拿的 为什么旁边的项目都不能批 他怎么就批了 他得包括这个东二环的见外收获 银河收获 银河收获的容积率是多大 是十几 是十几 这十几的见外收获 皇上参加过多少次你的论证会 这些瑞州会当中 有没有事就炒了一顿肉 咱都要说出来 不要把这些老百姓 把这些人当傻子 我受够了 看到你们这些盗国贼们 无良地地产商们 还有这些 香港人把我们这些老百姓草味 都当猪当狗养 当傻子 你们记住 人民一定会给你们算账 借用当天老主席说的话 人家的眼睛是悬亮的 早晚一天是要给你算账的 妖魔鬼怪们 咱们走着瞧 如果我是邪恶的 得天主 你们是邪恶的 一样要得天主 文贵和你们这妖魔鬼怪的战斗 就是我代表的草根 和被你们运动的老百姓 和你们看不起的穷人 我要和你们战斗到底 咱们拭目你的 我今天还要开会 这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推友们 对我的关心 和家人的关注 有些我不能回的 请你们原谅 这个所有给我发信息的朋友 特别最近的易珠宝 还有退伍老兵 还有范雅 包括头两天的雷洋事件 那位朋友发来的核心的视频 非常感激 我特别呼吁香港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坚持到底 给我提供更多证据 然后咱们一鼓作气 把这些坏人给揭发出来 再一个如果你们方便 一定不要到过贼抗美笑话 到白宫网站签署提名 然后呢不要上人家当 那个有人在故意捣乱 除了黑网站之外 还做了个假的 潜伞文贵的视频 不要上当 然后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 把我的YouTube高度关注 然后呢 大概在明天啊 我是还是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 向大家报个平安 这几天呢 不爆料 只是简单回应 我这两天开完这个会以后 我再有重大的事情 向崔友们宣布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家人一定要多陪陪 好吧 谢谢